我今天真的很緊張 因為是我第一次做雙人瑜伽 而我的夥伴就是瑜伽教練 Saphie 你好,Saphie 我知道你今集會教一些雙人瑜伽 我想問一下 其實比起單人瑜伽有甚麼好處 其實雙人瑜伽我最喜歡的是 因為可以跟你的閨脈表達一個信任 可以增進感情 特別是有時候你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很累 我就會跟你說 原來你的肩膀很緊張 不如我們一起做一些瑜伽 一起建立感情之餘 又可以有些東西玩一下 一起開心一下 今天會教哪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我們會做 就是一個心靈接 因為我們除了要愛自己之餘 我們亦都要給愛 給愛對方的時候 然後當然要跟對方有一個心靈常的接觸 我們會透過一個呼吸的練習 就會跟對方有一個心靈常的接觸 我們面向面對著對方 用我們的左手就放在我們的胸口 左手是我們的家人瑜伽 會給我們愛對方、感受、感受 所以我們這件事除了給自己之外 我們都想給對方給我們的閨脈 所以我們先吸一口氣 給自己 然後呼氣的時候 我們再給對方 所以就放在對方的胸口 我們在這裡慢慢放鬆心靈 感受到我們的手心有個亂流 這個亂流就是我們帶出來的正面能 對,表達了一個信心靈 創造了一個安全的網絡 一個聯繫之後 我們就先進去幫對方按摩一下肩膀 大家最累的應該是我們的肩膀 對,所以我們做第二個動作 就是會著重於按摩肩膀 對,肩膀 摸一下對方的肩膀 這樣感覺到有點緊張 同一時間,我們要伸直我們的手 伸直我們的肩膀 好,我們嘗嘗了 吸一口氣,然後慢慢呼氣 就向後退 現在開始你會感覺到肩膀 連頭都聚在一起,放鬆 對,慢慢把我們的盆骨再推出 現在的時候會感覺到我們的腳筋也拉起來 我們的大腿小腿也拉起來 好,吸一口氣,把你的頭聚在地上 這個位置很累 你也是 對,大家都很累 快點幫對方摩擦 好,我們之後慢慢上來 我們先吸氣 吸氣 再慢慢吸氣 慢慢來幫我 你覺得怎樣? 我真的沒想過可以透過瑜伽 去幫對方做摩擦 而且真的拉的時候 我感覺到整個腳都在拉起來 對… 第三個動作,我們就會鬆回直腿 特別是我們女生很容易有很多背後的問題 對,因為經常坐在後面 對… 對,所以當我們坐在後面 我們的盆骨和脊柱就會有很多… 受壓 對,受壓 特別是女生的肌肉時 很多時候肌肉或肌肉痛 就是因為我們的盆骨這些位置很少動動 脊椎也很少動動 所以第三個動作 就是著重於鬆弛脊脊椎 是 雙手先接近 吸氣,慢慢向上底 呼氣時 現在慢慢向脊柱向後移動 好,你繼續給我一點力氣 對,保持我的上心和掌心要給力氣 對,你會感覺到 我們伸直了你的手的時候 慢慢墜下去 對,直至你會感覺到 整條柱是拉直的 手又拉直的,撐住 對…吸氣,呼氣 慢慢再撐住我 呼氣,摸摸 對,我們準備好了 上來,好嗎? 好 慢慢向前,對 對,然後呼氣,我們打一打出去 這個動作是很講信任的 對,是很講兩個人 要給大家力氣才會不跌 對,同樣鬆到背部 也鬆了整隻手 我只要鬆了這些位置 對… 把背育這些位置也鬆了 沒錯,我們可以拉走 把背育拉走 然後第四個動作 我們會講一些比較信任的 我們會做一個背部的動作 講求平衡的 握住我的手臂,給我力氣 握住我的手臂 然後吸一口氣,呼氣 好,吸氣 慢慢連頸部也穿上去 放鬆 我們慢慢吸一口氣 拉著我的手臂 這個動作很舒服 真的,想再一次嗎 沒有,因為我平時是低頭軸 而且我挺喜歡玩遊戲機 這個位置是很緊的 其實我只可以這樣拉一下 但剛才這樣拉 我感覺到有柔軟的力 去幫我放鬆我的頸部的肌肉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講求平衡之餘 如何跟對方一起呼吸 這是雙人的雙人姿勢 最初我們要貼著對方 我們吸一口氣 把我們的中間的手 所以你左手,我右手 對,先扶著我們 再構思一下 我們吸一口氣 把你的右腳,我左腳 把你的腳掌 踩在你的大腿內側 沒錯 瑜伽的標誌 對,是標誌的標誌 但有沒有做過雙人呢 未做過 未做過,我們試一下 把我們的手打開 然後在上面連接 吸氣 然後呼氣 慢慢把我們的手打開 然後放下腳 MING PAO! MING PAO! MING PAO!